我們介紹完原理以後 這邊給各位看一張實際的影像 這個是PET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正子斷層掃描所做出來的影像 它所使用的核種是幅18 幅18可以說是 我們剛好說過 因為它半摔期的特性 它其實是使用度最高的一種 那個放射性的核種 在那個path裡面是很常用的 尤其它還有另外一項很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常常會把它跟常見的葡萄糖搬移在一起 我們利用-18去取代葡萄糖結構上面的一個氫氧線 這樣子就可以讓葡萄糖變成是 可以產生正子的葡萄糖了 一般組織看到這樣的葡萄糖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做FDG 這邊有FDG完整的名詞 Glucose的話就是葡萄糖 FDG的話就是Binding的F18之後的 這樣子的一個葡萄糖 那正常組織看到這個葡萄糖的時候呢 就跟看到一般的葡萄糖一樣 它就會攝取它的一個能量 然後來產生呼吸作用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用來評估 就是組織在利用能量的一個指標 生理上面你再產生這個能量的一個指標 所以呢 吸收越多的地方代表那個地方需要能量的比例是越高的 Ruby大概是這樣子 那一樣的 這是一個半神掃描的影像 那一樣我們也可以用不同的切面來顯示 有左而右的話呢 分別是Chronal Axial 和Sagital的一個切面 應該很容易判斷的出來 那在這些切面的結果裡面 各位其實也可以看到跟之前有非常類似的結果 就是 腦邊的這些皮質的地方都會比較亮 中間的白質 還有那個Venticle 腦式的地方都比較暗 因為我們主要的這些神經元細胞核呢 它是位在那個大腦的皮質表面 所以這個地方它的一些血氧的consumption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需要的能量自然也比較多 這是正常的結果 可是呢 在大腦的這個下 比較偏下方的這個位置 OK 這個切面的話 大概已經跟我們的眼睛大概是同一個切面 所以大概已經接近大腦的下緣了 OK 從這個Sectal上面更容易看得到 這是大腦的下緣這邊 這邊有一點非常非常亮 代表這邊聚集了非常高濃度的這些FDG OK 它需要能量的比例非常高 往往這樣子的一個影像呢 顯示了這個地方很有可能有二性腫瘤細胞的存在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癌細胞 或是我們所謂的二性腫瘤細胞 它其實是一些 它跟健康的細胞不一樣 健康的細胞是我吃飽就好了 它的成長就會維持在一個穩定期了 但是二性腫瘤細胞來講的話 它需要很多的能量越多越好 因為它想要一直長大一直長大一直長大 OK 所以它會侵犯到正常細胞的生存範圍 所以我們說它是癌細胞 OK 所以它會需要很多的這些Energy 也需要很多的葡萄糖 所以你在它的分布上面就會看到 非常高的濃度的一個顯示 所以我們常常使用FDG 來去探測你的體內是不是有 這種癌細胞或是二性細胞的分布 甚至在這個example裡面 只是只有頭部攝影而已 那你現在的pets的scan的話 通常都是全身的scan whole body scan都可以 它就可以看到你整個身體裡面 這個FDG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這個在很多的那個醫院裡面 他們會要promote這種 臨床的這些比較高階的影像 他們甚至會認為 他會對病人的說法 就會說這有點像是癌症的一個影像檢測 OK 我們用成像的方式來看你 癌細胞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OK 有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所以這其實已經是被列為 那種比較高價的自費健檢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 那你如果有去過醫院的話 你大概或許 搞不好你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promotion 那通常來講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這個設備 其實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他可能還需要有Psychoso 不過以高雄為例的話 我知道其實那個 幾個比較大的醫院都有 比如說像高雄榮總 或者是算高醫啊 這種長根這種醫院都會有 那高雄地區好像主要的 那個 這些核種都是由某一家醫院所提供出來的 然後再運送出去的這樣子 所以以高雄地區這樣子的交通範圍來說的話 其實 兩個小時 應該說110分鐘的半開期 或許還可以接受 但是再遠可能就沒辦法了 這樣子 OK 那因為他的 我們剛剛說的儀器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你去做自費健檢的話 那個費用也不是很便宜 通常都要一兩萬左右 或者是更多 OK 所以這個是在那個Tex的部分 的一個狀況 現況 好 那不知道各位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在合一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介紹了今天這個訊號的來源 以及我們怎樣去偵測它 OK 然後呢 怎麼樣從那個單一的這個 那個 projection的這個影像 sintigraphy 然後擴展到tomography OK 那另外呢 我們還介紹了兩種不同的tomography的方式 分別是spec和pads 那最後講了這個pads來說的話呢 往往因為他的 所需要的機樣比較低 所以他其實接受程度 應該說他的 看起來的影像是比較清晰的 從剛剛這張影像 我剛剛忘記說了 這個很明顯這張影像品質是比 之前你看到那個spec的 的clad要再更好一些 但是他是在 而且他是在 不需要提高機樣的狀況下 都可以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他的這個 就是 蠻受到現在的一個歡迎的 不過請注意一點 我需要強調一下 他跟spec之間的話呢 其實 不是說他的影像解釋度比較好 他就可以去取代這些spec的存在 因為他們 這兩種不同的成像機制之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本質上的差異 就是他們的訊號源是不一樣的 OK 之前的那些spec 或是 一般的parallessing graphic的話 他的成像來源是 使用放射性核種所產生的 鋼碼衰變 所以你今天的 我們最常見的話 我們說過是 打99 99m 那個核種 所以你使用的核種不太一樣 以後者來說的話 PEX他所使用的核種是像 符拾霸這樣子的東西 那不同的核種的話 他可以跟他做標記的化合物也會不一樣 所以他的用途其實不是完全相同的 有些可能可以互相取代 但是絕大部分用途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並不是說 那個PEX是可以完全用來取代spec 當初PEX為什麼提出來 這麼受到人家的重視 有一個另外的原因 是因為 跟原始的spec不一樣的是 PEX所使用的放射性核種 多半它的原素 原子序都比較低 這些核種 跟你在身體裡面 可以看到的核的元素 都比較接近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的核種嗎 有孵嘛 對不對 有氧嘛 有氮嘛 有氮嘛 有碳 這些東西都是你體內常見的元素耶 換句話說 如果技術可可行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取代任何一個化合物裡面的這些結構 你就可以產生適當的這些放射性核種 然後你就可以觀察到你想要的生理特性 也就是說它跟體內的這些環境組織的相容性 可能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也是當初為什麼這麼受到大家的重視 不過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最常使用的還是就是這個FDG 就是用F-18去標記的這個葡萄塔 OK 好 所以大概是兩者之內的比較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提到是大概是兩千年左右的狀況 我們經過10幾年其實PAS的補級度其實是高滿多的 起碼在國內的這些主要的醫學中心 裡面都會對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只是當然一般人還是不太容易去接觸到 因為他的成本真的還是滿高的這樣 OK 好 我想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感謝我也緊張 客人 謝謝